这个多好呀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七十七万 七十七万呢 有点贵啊 阿姨他们这儿还有小一点的 这个是两克拉的 应该会便宜一点 不 就要这个七十七万的 我得好好弥补一下 最深刻的爱 是吧 是的 就是它了 还有没有配套的耳环和项链啊 有的有的 就跟我这边请 好 这个好 这个好 最深刻的爱啊 阿姨 阿姨 你怎么来了 你看我可以吧 一下就找对了 对对对 不是 您来是有什么事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是程老爷子 还没有到交稿时间 您要着急的话 我帮您催催 你别着急 不是这个事 是你跟楼渊 你们俩的事啊 你看 这海外不好意思了 您都知道了 来 楼渊这个傻小子 不懂事 今天啊 阿姨特地来 弥补上 不是 阿姨 我不能收您的东西 你还没看呢 怎么就知道不能收呢 来 看看 怎么样 不不不 这这太贵重了 我更不能收呢 阿姨 谢谢 这么贵重呢 这是大事 那必须得是一个像样的呀 来 我觉得这大小啊 肯定合适 你看 正好 你看看我买得合适吗 这是阿姨的心意 你可一定要收下 懂了吗 谢谢 谢谢 配你这个小手 简直是完美 这也是 这是楼牡丹阿姨 楼渊的妈妈 这是我婆妈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 牡丹啊 庆家公啊 庆家母 你说我这个人运气 怎么这么好 头一回来就碰上你们了 我一直想问哪 你说你们怎么教育 这么好的孩子 又懂事 又有上进心 我可喜欢他了 您过奖了 你怎么不请人上楼呢 阿姨 我先上楼 对对对 正好这会到饭点了 留下来吃个晚饭 哎呀 在家吃太麻烦了 咱们出去吃 正好 咱们两家 好好商量商量 孩子们的事 哎呦 这菜都上齐了 楼渊她工作忙 咱们不用等她了 来 动筷子 不等了 恩恩啊 我也不知道 你爸爸妈妈爱吃什么 你招了招了 谢谢阿姨 别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哎呦 庆家公 庆家母 恩恩这孩子呀 特别好 有上进心 我一直都看好她 听说他们俩在一块儿了 真是便宜了我们家 那个臭小子了 说实话 阿姨啊 有点愧疚啊 你说你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 就这样就被我们家楼员 给耽误了 阿姨 她 她没耽误我 真会说话 这孩子 你放心 阿姨可不会亏待你的 将来 我那大别墅 你要想住 哎 你就去住 我让给你们 你 你要不喜欢也没关系 年轻人嘛 有可能不愿意 跟咱们老人住在一块儿 要有自己的生活是吧 没问题 她喜欢哪儿 我就给她们买哪儿 啊 太早了 怎么能早呢 这结婚 婚前婚后 从订婚到婚业 这一转眼 唰一下就过去了 这买房你还得趁早买呢 对吧 那财力我也想好了 一百二十八万 你看行不行 这 这也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多不多不多 哎呦 这点钱啊 根本代表不了 恩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是吗 亲家母啊 你们那边啊 老家要是有什么要求 什么风俗习惯 你尽管提 我肯定满足 现在啊 最重要的事啊 就是这个日子啊 咱们一定得定好 这是大事啊 我已经都看了 这个月呢 有几天啊 不急 还是 那个 楼渊她来了 我下去去接她一下 好好好 你先去 好好好 去吧 我跟你爸爸妈妈定了就行 去吧 去吧 上班什么情况啊 我阿姨突然来提醒你怎么的 也不提前跟我说一下 你说不知道 今天我妈呀突然逼问我 我才跟她说我跟你求婚了 怪我了啊 不是 把我爸妈都吓着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不是 那 那现在怎么办 都 都聊到订婚这些事了 还给我送这么大一个钻戒 不是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我也没想那么远啊 这现在怎么办 我本来也打算 得给你补一个戒指的 没事 这样 一会儿我上去 就听我的啊 我把妈稳住 让叔叔阿姨别太为难了 我也觉得这天好 就这么定了 妈 叔叔阿姨 定什么了 定婚呢 我们都商量好了 下周就给你们俩 先把婚定了 真的 你们工作忙没事啊 所有的事都交给我 我来安排 这 这太让你操心了 操什么心哪 求知不得呀 这怎么辛苦呢 这事交给我你放心啊 以后啊 咱们就是自己一家人了 别客气啊 坐坐坐 傻小子快敬酒啊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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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